国语有声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天阙封神主著先佛为中坛元帅三太子 哪吒三太子将 第三章往西天修道院之彼岸传 圣化彼被哪吒一把拉住抽离出体 以光速在天空行走 果不及反应的圣化彼然后说 您老这般猴急是赶公车还是赶飞机的呢 哪吒信口说 赶船般的 在空中飘荡的圣化彼说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不了 以头雾水的圣化彼说 您老最近节奏弟子怎么都快跟不上了 像上次什么无极天 中天 东 南 西 北 这么多天 弟子可是挖空心丝仔细回想 才把稿子对好 这回又要去赶什么船呢 既然能够体会扶栏的内容 就能普化周知 何况小小子对稿的当下 均有待为伏笔的扶神盯着看 错误率大幅下降 所以为师只能且赶篇章普化且带领周游天阙 可真辛苦您老了 不过今天倒是要赶什么船呢 哪吒扬声说 彼岸船 圣化比似懂非懂的问说 这是从哪里发往哪里的船呢 弟子还真是头一回听到 师徒二人来到一大河边 河水急流时不时涌上岸来 犹如烈岸一般撞击岸边 发出隆隆奇异声响 远处原本只是一点的船只逐渐放大 圣化比大齐尖叫说 船来了 不过这要怎么靠岸呀 也没有适当的港口 人们又怎么上船呢 哪吒解释说 不用靠岸至无这边来呀 彼岸船顾名思义 即是类似渡船一般 引渡在世修有所为的修子 在前去西天下的修道院 圣化比若有所悟的说 所以就是前往西方极热世界的法船 船只逐渐靠近师徒 咦 这船的围帆倒塌 船尾倾斜随时快要沉默式的 怎么会是搭载去极热世界的呢 哪吒微笑后说 是或不是都让你说了 再看仔细点 圣化比大张火眼金晴似的盯着船看后说 船上有穿袈裟的 也有穿一般人服饰的 还有一不避体的 人种之多还真难估计 不过有的似乎害怕沉船 扑通的先跳至水中 哪吒倾壳一声说 心有为怕 因为不得其政 所以将会被打捞至修道院外静修时日 再由此至修道院精进 圣化比恍然大悟后说 哈哈 这不就像是奈何桥的机制吗 哪吒点头后说 那是当然的 如要真修 必有层层考验 即使已接近了西天修道院 仍然不可轻易懈怠 另外 小小子提到 彼岸船将航行到西方极热世界的讲法不太正确 因为极热世界乃属清静地 不有行政或者精进的羞耻导师 因此更不能如凡间世人所误会的 只做几场佛事即可达极热世界 这点弟子倒是明白 修道虽然容易 但是知道修道又能前心道成的确实不多 举办佛事应该也只是做给在世人看的吧 哪吒众肯说 确实如此 所以个人修为如何 才是未来气断后前往哪里的关键 而非观佛事 圣化比大教一声啊后说 所以这艘船是前往修道院的 倘若此艘船上有筑集到无级正道院中修持的人 又该如何处置呢 弟子突然灵光一闪 有这想法 还请您老解惑呀 哪吒细思后说 其实并不影响 因为可以多方修学的 圣化比仍是歪着头后腹数说 多方修学吗 哪吒之趣说 此修非彼修 这样说吧 贤生中不乏有多重学位的人 比如拥有旗管学位 又有中文学位 难道就不能齐聚一身了吗 圣化比若有所思 但却难难地说 所以到修道院 也可以到无级正道院修行的意思吧 哪吒已贴在圣化比的嘴边 突然大喝说 就是这样 多重学位 既可到无级正道院 亦可到西天修道院 因为以树叶有专攻的思考逻辑 世人才能够轻易知其然 圣化比若了一生 场景立刻拉回到五圣中 师徒互别 小编再次强调 入无级正道院修行者 可以永托轮回 所以希望大家替自己生前助级 也抄把祖先与有缘魂 进入无级正道院 无级老母垂次般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级缘灵缘 与五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植栽圆灵树 只派一仙照拂众生移植之灵树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圆灵树 可避以圆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助级无级正道院 可去净土修行 我们一定要吃素 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助级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 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把握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 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衡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武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衡堂的浩天紫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未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灵修剪吊 灵修剪 灵�j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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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